今天這一刻要看到賺拿錢教室囉 賺拿錢教室裡頭 首先來看一下均線的方向 這裡叫均線的方向 股價的一個趨勢裡頭 均線 我們怎麼定義均線 我們每天在看均線 K線或者是在整個均線的一個動作情況之下 我們該如何做定義 如何來看到這所謂的均線 均線的定義有多重要 因為你每天看的 你每天在看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麼這定義裡頭可能性 可能性又有多少 我們今天小老師是鍾琳 請鍾琳來告訴大家 基本上我先講均線它的意思 其實均線就是這一段時間 比如說20日均線裡面 就是這20天來大家的所謂的平均成本 那平均成本就是 其實你可以反映在心裡面 也就是說 投票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說均線是在100塊 那現在股價是102塊 你是賺錢對不對 你賺錢的情況之下 你會不會去追殺股票 基本上不太會喔 但是如果說你有點小套牢 那甚至於開始睡不著覺 吃不下飯 你會不會想說很想把它砍掉 所以呢 所以這個均線的意思就是成本的意思嘛 那也就是成本 如果說你的股價在成本之上 你是賺錢的這個情況之下 你是不會去殺股票的 但是如果說 目前的股價是在你的成本之下的話 就是你是套牢 是在賠錢的狀態 你會怎麼樣 你會有點 如果說有什麼波動的話 你會很想砍股票 所以這第一個先跟大家講 那第二個 為什麼均線比較重要 我要跟大家說 你看這個地方是 其實均線它是從K線出來 推出來的 但是如果說你光看K線的話 你會發覺 每天漲漲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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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紅K有黑K 你會覺得 到底放在哪邊 如果說你執著在這種K線的話 你會覺得 放在哪裡 你會看不懂 但是呢 如果我們從均線來看的話 其實均線它有告訴你什麼 它有告訴你方向 也就是 簡單的說 以20支均線來講 因為我一直都聽大家說 這個均線其實我們先看20支線 就是一個月以來大家的成本 如果說目前 股價是在月線之上 你要怎麼樣 你要多方思考 因為你不會追查股票嘛 但是如果說是在均線之下的 代表什麼 比如說這一段 代表說你是太好的 那你會怎麼樣 你會很想殺股票 所以越殺越利越來越 所以像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多殺多出來的 所以簡單一個就是 均線之上多方思考 均線之下空方思考 那再來 再來就要跟大家講 怎麼去抓這個轉折 其實如果說以大版來講 抓轉折 你要配合一下外資的那個 旗子的這個流倉的部位 我們打個比方好了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均線之下 均線之下 你是不是要空方思考 但是呢這個地方是1月22號的時候 外資本來這一多 本來這個地方全部都是空單流倉 但是到1月22號的時候 忽然它變成多單流倉 不太對喔 因為均線之下 均線之下你要空方思考嘛 但是呢 但是外資的 旗子竟然是變多方 一旦到11月23號的時候 變什麼 變均線之上對不對 因為紅色方拉起來 均線之上 均線之上多方思考 外資流倉多單 變8000多口 所以呢 所以這個地方說實在的 要積極的做多 也就是做多之後你跑到這一段 那跑這一段這個地方是不是跌破 一樣喔 跌破空方思考嘛 但是你對一下外資的這個動作 外資在這個地方跌破 它竟然是多單流倉 而且當天是買多單 所以不太對勁 假的過 既然不太對勁的話 它就會再拉起來 一樣到這個地方 這是1月17號的時候 一樣又跌破了 這天是有傳言說什麼 釣魚頭要打仗對不對 一樣 均線之下 你要空方思考嘛 但是呢 你看一下外資的那個旗子的流倉不穩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不好意思 它當天也是2000多口的多單流倉 所以呢 在這種地方 你發覺外資跟這種線型不太對的時候 它都會什麼 它都會彈起來 好 就說到這邊 先不要動 我們就看到這個線型圖的部分 我們就秀出來看一下 相對的位置 現在走到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外資圈在期貨市場部分 原本是一個多單的企圖 現在 所看到今天期貨多單是減碼了2014口 多單減碼2014口 接近剩下5000口的多單 過來 好 一樣喔 目前是在 月均線之上對不對 在月均線之上 你要怎麼樣 多方思考 多方思考 我們要配什麼 我們基本上是要配外資的流倉部位嘛 剛剛蘇源有講到 外資今天減碼了2000多口 但是呢 它的未平倉 流倉請問是空內多單 嗯 它流倉部位還是多單喔 投資朋友 它流倉部位竟然還是多單的話 表示什麼 它流多單就是它多方思考 也就是什麼 目前來看 雖然說高檔 大家都擔心說 這個地方會不會高檔 什麼反轉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以外資部位來看 甚至說以軍縣的部位來看 你還是怎麼樣 你還是要比較偏多方思考 好 還是要比較偏多方思考 這軍縣的部分的話 也聽聽看 在 研究員出身 這個福利商的部分 你怎麼來看待軍縣 給大家一個 這個除了定義之外的話 特別叮嚀一下 是的 那剛才仲林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在這邊再提供兩個補充 第一個補充就是說 我們有 應該都有聽過所謂的 黃金交叉跟死亡交叉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短期軍縣跟長期軍縣的配合 那剛才仲林有提到怎麼抓轉折 那這邊也提供大家做個參考 黃金交叉就是所謂短期的軍縣 往上貫穿長期的軍縣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往上轉折變多的一個機會 那再來同樣的道理 由短線軍縣 由上往下貫穿長期軍縣的話 就是所謂的死亡交叉 就是轉空的一個轉折 那另外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所謂的多頭排列跟空頭排列 那就是說短期軍縣在 如果說有五條軍縣 那依照它的一個軍縣期間長短 是由短到長 譬如5日、10日、20日、60日 由短到長這樣往上排下來 就叫做所謂的多頭排列 一樣的道理 如果往下跌破的話 短線在下 短線的軍縣在下 然後越長的軍縣在上 這是所謂的死亡 就是所謂的空頭排列 也就是大家要趕快逃命的意思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以現階段來看的話 現在面對台北股市部分 極短線的走勢 你的判分和余估呢 好 這個就問到一個重點 其實很多的技術分析 都有不適用的地方 最近剛好就發生不適用 為什麼 因為最近元月份整個的一個行情 橫盤在7700點附近上下 那這樣子會造成 一下黃金交叉 一下死亡交叉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軍縣理論 在適用上的一個不適用的狀況 那當然未來要怎麼做一個 多空的一個判斷 就可以從鍾林剛才所說的 整個的籌碼面 你就可以來判斷 它未來會往多或往空 好 這是在今天的專大前教室 從軍縣的角度來看 每天看軍縣的力量 真的是記住 而且是認定 而且是判斷當中的話 有這個東西在看 軍縣這樣的一個價值跟意義 準備要再來看一下 在今天沒有預期的情況之下的話 知名素食店麥當勞 它調漲的價格 去年一月才調漲23個品項 現在又是要反應成本 又要調漲幾乎是 全部的商品都要反應 其中漲最多的就是火腿蛋堡 漲幅高達14.3% 就連大包的薯條也要調漲 漲破了50塊錢 讓不曉得消費者真的是吃不消 一塊來看看這則報導 薯條在油鍋裡被炸得驚狂 不管是中餐 晚餐 甚至是宵夜 很多人就愛來上這一位 只是現在卻傳出 明明去年才調整售價 現在麥當勞又要涵漲 一包大薯價格更突破50元大關 從49元漲到52元 買包大薯等於買了一個便當 漲價了 不想吃了啦 通常一個禮拜會吃一次到兩次吧 可是如果它漲價的話 我覺得可能就會減少了吃素 漲滿多的 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不太合理 因為它什麼都漲啊 然後我們薪水沒有漲 我們打工錢很少 所以沒有辦法 一早就有民眾氣呼呼 原本只想吃份早餐填飽肚子 但這價錢實在貴的讓人買不下手 小小一杯熱紅茶 從30元漲到33元 冰奶茶漲幅也有7.5% 而在早餐餐點上 火腿蛋堡漲最兇 原價35元漲到40元 漲幅高達14.3% 就算是有優惠的組合套餐 也從69元漲到75元 現在面臨油電能源人力成本上漲 是在價格波動的漲勢 不得不反應成本 麥當勞一口氣調漲 一共60個品項 4盎司牛肉堡 從單點的79元漲到82元 就連超值午晚餐時段 價格也直接漲了10塊錢 很多人愛吃的大麥克漢堡 漲幅也有5.3% 麥當勞以反應成本為理由 說漲就漲 但明明已經過了物價波動期 現在漲價合理嗎 恐怕消費者無法接受 三天今晚吳慧岩 陳世玉台幣相當報導 好 這個麥當勞的部分的話 其實相當相當關鍵 我們趕快秀出來看一下 事實上股民大振公里頭的話 就要特別說到喔 麥當勞說漲就漲嗎 大廚的價格竟然是破了50塊錢 50塊錢定一下 50塊錢的話 你如果到這便利商店裡頭的話 50塊錢是一個便當的 一群價錢差很多 還有一點 說到這邊實在忍不住 趕快秀出來看一下 這是大鼠 這是大鼠 我就看一下 鏡頭如果可以帶進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很想把它倒出來 可是呢這個沒關係 就這樣take一下 兩萬就無萬喔 拿進的時候 我還跟我們這個 我們的partner說 欸 有頭夾嗎 沒有 絕對沒有頭夾 我也要說 我也沒有頭夾 只是放在我旁邊 我也沒偷吃喔 連滿出來的感覺都沒有 就這樣子而已喔 應該把它倒出來 一根一根給他算一下 50塊錢這樣take起來 到底是多少 這是大鼠的部分 那麼 今天你說的麥當勞 並不是因為他漲價 替他酸疼 替他講過 來批評他 說好得不好 不是 這個國際當中的話 針對在麥當勞部分的話 有他的因素跟價值喔 觀察因素跟價值 大麥克指數 麥當勞指數 這個麥克指數部分 因為全球賣這個漢堡 比如說 米國沒兩塊 英鎊 英國沒一塊 那市場54塊 54塊錢的話 這差距換算於台幣的話 也是50多塊錢喔 這裡頭有他不一樣的價值 代表著這個所謂的通膨壓力 我們來看一下麥當勞指數 麥當勞以前成為全球化的一個標記呢 有時候也稱為社會麥當勞化 是指稱大麥克在不同地方貨幣的價格來作為相互的比較 貨幣的價格來當作是一個相互的比較 這是一個比較值貨幣的價格在麥當勞指數部分 麥當勞是全球最大的地產商 之前我們有說過囉 事實上麥當勞他在選這塊地 在什麼地方來開設這個麥當勞 經過你的跨後喔 是集合各個專家 各方面的專家 來到這邊來看這塊地 買下來之後的話 這探集對他們而言可能九六一毛 可是地的價值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是普通給大家了解的一個地方 全球都一樣喔 好 再一點 提到剛剛所謂的麥當勞指數部分的話 真的是很漲耶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等一下忍不住喔 要把這薯條倒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薯條喔 真要動不了 麥當勞很漲 說條就條 第一個 大薯 剛剛看大薯喔 一包不是兩包喔 這是因為擷取這個圖來看喔 一包不是兩包喔 漲幅6% 再來 漲幅8.6% 可樂部分30塊到38塊 我是蠻喜歡可樂喔 一群又去三口啦 漲幅8.6%之多 再來 火腿蛋保部分的話 漲幅14.3%之多 35塊到40塊 4盎司牛肉寶套餐裡頭 109塊變成119塊 漲幅是9.2%之多 趕快把鏡頭tag下來 我們把東西都買回來了喔 我們等一下就特別 要把這薯條給倒出來看一下喔 這薯條大概剩下多少 為什麼一個薯條 會變成來到52塊錢喔 這一組套餐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喔 火腿蛋保這個蛋 蛋保的一個早餐的部分喔 這早餐的部分 第二個是屬於4盎司的牛肉寶套餐 109塊到119塊喔 好 我們鏡頭就tag這邊喔 來看一下 這一包的薯條 我倒出來有多少 之前去買麥當勞 是不是都買出來那個感覺 現在沒有喔 這沒人頭家喔 這沒人頭家喔 我們把鏡頭tag進來看一下 就剩下這些而已喔 這是薯條 剩下這一點的薯條 漲破50塊錢 而且這裡頭 你如果到便利商店去買便當的話 價值50塊錢 剛好晚餐的時候 都來不及喔 要做tunnight sec 所以呢 晚餐時間去便利商店裡頭 買那個便當 那剛好那便當大概都賣完了 晚餐比較少一點 所以每次剛好兩次去的話 剩下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50塊錢那個便當 我買了兩次連續兩天 這50塊錢比較這薯條的話 是不是真的漲價的喔 我們來看看喔 今天聽說在子榮部分的話 今天就去買了麥當勞喔 你的感覺呢 其實我是麥當勞達人喔 因為我常常吃這個素食餐喔 但呢當然是不要常吃啦 因為對這個血管來說 是有點不太好喔 可是有時候呢 也是要解解餐嘛 那我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看到 它的單點的部分是漲價的 是沒有錯 可是呢有一些套餐的部分 我覺得還算是蠻划算的 不曉得前面那邊 有一個火腿蛋堡餐嗎 是早餐嗎 就是那邊有三個組合嘛 那有一個薯條 然後一杯飲料 然後後面有一個蛋堡 這40塊而已嘛 如果是40塊的話 是嗎 是40塊嗎 如果說是這樣子 你說的達人 沒有幾塊錢 因為我要確定說 這個是不是 現在就是漲到40塊 如果是的話 就是它一個組合的套餐是 反正不到50塊的話 我覺得對早餐來說 真的都很划算 真的 因為你現在隨便去買個 去早餐店啊 比如說美X美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好 子榮 最新消息再告訴你 好 這個套餐75元 75塊錢 那有超過50塊 那是有一點偏貴 那可是跟外面的那種 早餐店來比的話呢 其實已經是差不多 可是呢 如果是中餐的話 就覺得很划算了 因為我剛剛 中午的時候呢 跑去那邊買了一個 近辣雞腿堡的套餐 那這個套餐來說 它也沒漲價 那所以大概也是在 100塊錢以內 99塊錢左右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 那既然薯條那麼貴的話 等一下每人就分一個 什麼話這個 還跟我講是達人 這個套餐多少錢 不知道 不過在討論這個部分 不是要批評他說 好不好貴或不貴的問題 是告訴大家 這個通膨的壓力也好 或反映在整個貨幣的價值也好 所以才有這個 大賣客指數部分 麥當勞的指數部分 這一點是要特別特別強調的地方 那麼再來要 一樣 在浮善的部分 也想聽聽看你的看法 在您看法之前 我們先秀出來 我們的股民們 商民們到底怎麼說 這一次的漲價到底他們的看法 甚至於在這裡頭的批評指教所 留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一併來瞧瞧 第一個 我們所看到的他怎麼說 他說 重點是漲價 量會不會也要偷偷減少 重點是漲價 量會不會偷偷也減少 這一點 你可能買的人比較清楚一些 第二個 叫小朋友自己賺錢 意思是小朋友買比較多 麥當勞指數現在 這個已經來到比較M型化的情況之下 還要敢漲 表示經濟真的是很不景氣 一直到M型化的一個社會裡頭 還要再漲 表示經濟已經真的很不景氣了 懷念35塊的大叔 起給起到這樣 懷念35塊的大叔 再來 所以看到他漲他的標誌就好了嘛 農湯一杯就要50塊錢 農湯一杯要50塊錢嗎 好再看下去 比菜市場20塊錢的量還要少 那麼物價又要大漲了嗎 麥當勞氣了 你將一話不是說春節物價是平穩嗎 你將一話不是說春節物價是平穩嗎 哇這個鄉民還蠻有關心這個國事的部分 好再看到 事實上在這幾個重點當中的話 已經點出一個問題 事實上一般老百姓裡頭的話 所感受到是最直接的 麥當勞就像是一個平民文化 大家都平常是有在賣有在吃 可是當你一個價格已經超過一個便當 一個薯膠超過一個便當 你一個便當還吃得飽 你薯膠再吞進去的話 這個還不一定吞得進去 而且這個價格已經超過了50塊錢 那麼同樣 鍾林不曉得常不常買 尤其是帶小朋友 會不會可能也有了 會不會感受到這股壓力已經侵略性的來了 基本上一定有的啊 因為其實這東西我自己不太愛吃 但是都是小朋友愛吃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為什麼小朋友會特別喜歡吃麥當勞的薯條 因為其實做薯條的很多素食店都在做對不對 當然奇怪 他就會指明我要吃麥當勞的 那麥當勞的現在漲價漲怎麼辦 其實我們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沒辦法就是只好股票可能多衝個幾次啊 對 因為其實差不多一個禮拜吃一次 因為其實像禮拜六的日子 我們帶小朋友出去 比如說像工夫鑑館 剛好工夫鑑館對面就有麥當勞 都大家去比如說吃個薯條什麼的 但其實一個禮拜 如果一個禮拜吃一次的話 其實說在哪 如果說小朋友愛吃的話 你能怎麼辦 你能跟他說不好意思你改月賺錢嗎 不行嗎 你就說好你要吃我帶你去買 只是這個地方如果說漲價的話 其實就是 其實像剛剛蘇雯有講這個量變少 其實我真的有覺得這個量真的變少 量變少也好啦 吃太多的話其實對小朋友不好 所以 完全一份就是如此的話 小朋友吃完就算了 對啊吃完就算 反正就一份就如此嘛 但如果說這個量 如果說真的變貴的話 其實我認為其實這應該是 怎麼講啊 那個 什麼一匙什麼 什麼非一日之寒 千匙之寒 什麼非 冰凍一匙非一日之寒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後面應該可能有些東西要漲 那如果有一些東西要漲的話 其實像我剛剛說的 可能股票要稍微再努力一下 不是因為 因為說實在的 因為薪水沒有漲啊 那你薪水沒有漲 你的消費這堆 全部都在漲的話那怎麼辦 你一定要去 重點再跟你補充一個 這個喊漲的動作 哪個最積極的 來看一下這個訊息部分 下個禮拜的油價又要喊漲了嗎 下個禮拜的油價又要喊漲了嗎 國際油價升新台幣續扁 下週油價恐怕漲五到六角之多 今年春節假期長到九天 民眾開車出遊的話恐怕又要上荷包 這一次的感覺呢 基本上油價我認為台幣一定漲 而且呢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現在是不是急著要開放人民幣對不對 好像二月六號就要開放了嗎 如果民眾瘋狂的存 跑去存人民幣會怎麼樣 他們想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 根據銀行的說法是大概十分之一 三十億兆的存款幣當中的話 可能會跑進三十兆轉過來 基本上一定會轉嘛 但是不管說轉多少 我們假設真的像官方所說的這個數字好了 大家有沒有讀過後備銀行學 你會不會銀行學這個東西如果說在存準率不變的情況之下 你的這個錢忽然變成人民幣的話 你的存準率基本上可能會不太夠 不太厚的話你應該要幹嘛 央行基本上要釋放貨幣喔 那釋放貨幣會怎麼樣 台幣就貶值嘛 那日本是在貶值 我們現在只差沒有印鈔票而已 我們是就另外的方法就是 你如果說民眾比較多 如果說因為這個東西到底多少錢就換人民幣 不知道 如果說換的數量真的太多的話 央行這個地方勢必要釋放貨幣 一釋放貨幣拍誰台幣貶值 然後呢台幣貶值像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如果說這個存人民幣的這部分 越來越大的情況之下 貨幣存款這東西沒有變嘛 因為貨幣存款沒有變 然後你人民幣 這個東西本來是一定的數額 但是現在變人民幣了 那存放比過低過高的情況 因為那是說放存比如果過高的情況之下 要維持流動性 央行一定釋放貨幣 那釋放貨幣的話就是印鈔嘛 我們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在變相的印鈔 那變相印鈔的話說在哪 冰凍三尺廢離子之海 這個是剛開始而已啦 所以後面我認為通膨基本上也很偉大 好這個負債部分進步的追問一下 剛剛所補充到這個油價部分 又要再進步的含漲 這是一個重點 尤其在過年前的這一刻的話 釋放貨幣一直是都這樣做 這些錢比較衝刺一些些 那麼接下來你所看到在台北股市部分的話 包含還有一些政策 前進到這個QVQD RQD的部分 這樣的一個壓力情況之下的話 對於整個台北股市 你所看到的影響呢 其實剛才我補充一下 剛才重點講說整個的一個台幣 有可能因為在人民幣存款的一個效應之下 而漲成貶值的效果 那現在目前整個一個政府估計出來 大概會流失十分之一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當整個的一個預期 大家原本就預期存人民幣會有一個升值效應 當這個效應真的顯示出來的時候 會有更多人會去跟隨 大家會覺得哇存人民幣真的會漲 台幣越來越貶 越來越不值錢 那這樣子會產生更嚴重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以目前的一個狀況來預估的話 我覺得根本不準 我根本不準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個通膨的問題會非常大 那以剛才不管是麥當勞也好 油價也好 不斷的上漲 其實我們的 不管我們的實質貨幣的一個消費能力 是不是有下降 光我們的一個所得一直停滯不前 我覺得整個國家的一個人民的消費能力 就真的會吃不消 那在這個吃不消的情況之下 誰還有餘力拿錢出來投資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環環相扣 對未來台北股市的動能 真的是很令人堪憂 好 這是一個 對於台北股市的一個影響力道 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現場 拒絕所定的是台股生死戰 台股生死戰裡頭 同樣也要看到成績單 以這個百姓這段來看的話 還不錯喔 這個績效的話都還是正了一個報酬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